Hello 大家好 我是凯奇 今天我们先说结论 这一期视频将会是你看到有史以来最无聊的一期国际象棋视频 那么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那么正在进行的这个FTX网络国际象棋的比赛 有四位棋手最后打到了这个Semi Final 然后最后呢Carson和Weasley Soul是下决赛 然后另外两名棋手呢就是刚刚获得世界冠军挑战者权利的俄罗斯棋手聂波姆尼亚棋和阿塞拜疆棋手拉德贾波夫 那么他们在下这个争夺三四名的这个比赛 那么在这四个棋手的对局当中啊 下出了很多我们所说的这个技术性的核棋啊 或者称之为说白了就是我们专业棋手说的背核棋谱啊 那么这样的话就受到了很多的这个批评啊 我们先来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么在这个对局结束之后啊 那么首先呢就会就有人啊跳出来了 对他们批评了啊 那么首先就是在这个今年年初 维堪泽大赛获得冠军的荷兰棋手啊 乔丹范弗里瑞斯斯特 然后他就说了 他说这个 他希望呢这些没有展现出自己战斗精神的这些棋手们 应该这个获得一些惩罚 然后另外的另外一名荷兰特级大师啊 他的小老弟叫做这个约翰塞巴斯蒂安克里斯克里斯蒂森 然后他也说 他说这个这个吓得真是太可笑了 太不可思议了 然后他说这个 OK他说这个应该就是像这个范乔丹 怎么叫范乔丹 范乔丹是这个打篮球的啊 不是这个乔丹范弗里斯特 这种就是有战斗精神的棋手啊 应该去多下一些这个比赛 然后他他这个范乔丹 不是怎么又是范乔丹 这个乔丹范弗里斯特也下了这个比赛 但是后面被淘汰了啊 所以他说他就没有继续的去看这个比赛了 然后这是两位荷兰棋手 荷兰棋手不是河南棋手啊 我这舌头怎么了 荷兰棋手啊 然后在这个推特上啊 发的推特 然后那么有意思的是啊 这个当事人居然回应了 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是呃 这个 泰姆拉德贾波夫啊 他回应了 他说 finally as today was a short day I had a time to read the comments of amateur chess players about our matches 他说今天 呃 因为他下的这个对局比较短 因为这个呃 大家都知道下了几盘合棋嘛 对吧 快速合棋 然后他有时间去看推特 然后看到了一些业余棋手们的评论啊 所以这个呃 呃 about他的自己的这个比赛 哦 所以这个浓浓的火药味啊 因为这个范弗里维斯特 范弗里维斯特是非常强的棋手 刚刚 也刚刚进入到2700俱乐部啊 然后这个呃 在今年年初的这个荷兰的维堪泽比赛 还拿了冠军啊 很厉害了已经 非常厉害了 然后他就说人家是amateur chess player啊 然后这个 这个范乔丹也挺有意思的 他说 哎 他就说了 rather be an amateur chess player than not play chess at all 他说宁可作为一个业余棋手 也比不下棋乡 也比你们下这种 这种这个短和棋墙啊 也是火药味十足 然后另外一名这个荷兰棋手啊 也是老前辈了 叫做伊万索可洛夫啊 然后也是非常著名的前辈 然后他跳出来 他说这个 他是支持这个呃 乔丹范弗里斯特的 然后 这种这个短和棋啊 就应该被禁止啊 然后这个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 当然很多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然后 那么 另外啊 然后这种场合 怎么能少了几里呢 对吧 推特大神啊 那么什么事情 他都要 要出来看一看啊 非常有意思 他 然后他在这个 拉德贾波夫的评论下面说 呃 你要小心点了 然后 soon they will take away candidate's place also and give it some amateur to some amateur 呃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 拉德贾波夫本来应该是 今年去下这个 world candidates 但是因为有这个 疫情啊 所以他就没下这个 世界冠军候选人赛 然后现在国际奇连的这个 最终的决定是 虽然他这次没下 但是把他的这个权力啊 延长到了2022年 也就是说 拉德贾波夫 不管什么情况 2022年呢 都会获得世界八强赛 也就是世界这个 候选人赛的八个名额 当中的其中一个 无论是什么情况发生 然后以弥补他 今年没有参加的这个缺陷啊 所以但是这个 国际奇连一推出 这个规则之后 然后推出这个决定之后 很多人也觉得就 感觉好像挺奇怪的 这个规定啊 然后所以这个 吉里 哎 又跳出来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好多这个荷兰奇手 等于说围攻这个 阿塞拜疆的这个 拉德贾波夫 也是很有意思的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看了对局再说 当然了 这些荷兰奇手 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啊 而是说 这四个参加决赛的奇手 半决赛的奇手 都有都有 要被批评的地方 因为他们确实是下了一些短和棋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 对局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还是用奇来说话 看看对局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么 好 我把对局调出来给大家啊 然后 好 然后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这几盘对局啊 我可能会 特别的快 然后一起来看一下对局 首先先来看的是决赛的这个对局 卡尔森 白起 跟威斯利 桑啊 那么这盘 对局呢 是这个 整个比赛的第二轮 然后这个比赛是一个online的比赛 是一个网络比赛 美方是15分钟加10秒 是一个快棋赛啊 那么白起是卡尔森 黑起是威斯利桑 那么白起呢 走了一四 黑起走了一个柏林开局啊 对一位 马一四 这个开局也被称为柏林强啊 马一五 黑起走了向一七 都是普招 黑起不能马吃B5 因为马C6的话 将军还要抽掉后了 所以在这的时候走了向到一七 白起呢 退向 吃掉吃掉 这些都是普招 向F6 然后车到一一 对局当中车一八 向F4 吃掉吃掉 然后对局当中呢 马一八退了回去 那么在这的时候呢 黑起马一八 也是一部普招 因为如果要是在这个局面当中 向是第四的话 会啊 非常非常的危险啊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虽然黑起多一个兵 但是白起比如说 在这个局面当中 马上打掉 向第六CD 那么你就叠兵了 而且这个向不好出 白起在走马C3 虽然白起少一个兵 但是马第五 马上就跳上去了 然后黑起出此会比较慢 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黑起马到一八 没问题 普招 然后白起呢 走了C3 保护住自己的兵 第五 向第三 G6 然后双方走 走走 换换 那么就是下成了一个 非常的对称的一个局面 换换 后第六 后F3 要吃F7兵 所以黑起走了F6 然后退马 换换 后到E3 往到F7 保住自己的马 后到H6 打兵 回到G8 然后后到E3 然后攻击E8 往F7 然后再抓 再回 再回 然后双方呢 就同意合起了 这也是柏林开局当中啊 那么非常 可以说非常著名的一个合起的变化吧 这是这个第二盘 两个人第二盘 卡尔森对威斯利索的第二盘对局 那么两个人下合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四轮啊 还是这两个哥们 还是到了第四轮的这个比赛了 第四轮的比赛呢 那么白棋呢 又是卡尔森 然后黑棋呢 又是这个 呃 威斯利索啊 那么看一下这盘棋怎么走的 白棋呢 走了E4 黑棋还是走了同样的变化 相比5 马F6 短一位 马E4 车E1 马D6 马吃E5 还是一样 如果你 呃 不是一只金鱼的话啊 那你就知道 马B5 会有马C6 因为金鱼的记忆只有7秒 大家应该都知道 对吧 所以在这的时候 直接一个闪击 所以黑棋走了 向E7 向F1 吃掉吃掉 短一位 第四向F6 走走走 那么吃掉 还是不能吃第四 前面已经讲过了 马到E8 普招 然后走走走走走 双方又是一模一样 然后走走走走走走 还是一个普招 然后走这儿 F6 因为刚才说过 要吃F7 走这儿 马D3 吃吃 后E3 往F7 后H6 又来了 王继8 后E3 往F7 后H6 往继8 后E3回去 双方同一合起 你可能会说 你是不是搞错了 你怎么把同一盘对局 摆了两次 没错 同一个普招 两个人下了两次 分别在最后的决赛的 第二轮和第四轮 那么卡尔森和威斯利索 下了两次 同样的招法 那么两次合了 那么再 我们继续来看 另外三四名的 争夺的比赛当中 就是 伊恩 涅波姆尼亚棋 对阵的 拉德甲波夫 那么这个也是 他们在第一天 下了四盘队局 四盘棋全合了 然后究竟什么样情况 咱们一起看一下 第一盘棋 是俄罗斯棋手 涅波姆尼亚棋 对拉德甲波夫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白棋 E4又来了 马F3 马C6 然后等会 这个是多少盘 这个是 这个也是 其中的一盘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反正这个顺序大概是这样的 第四 然后吃 走了意大利开局 然后向B4 向第二 然后吃吃 第五 这个我觉得 刚学期的小朋友们 应该都知道 后B3 然后打这个第五 打这个 F7兵 那么黑棋 马C7回去 支持自己的第五马 是 这个比较自然的普招 那么在这 还有一个合棋普招 马A5 踢向 踢后 所以将军 然后他再回 后B3 马A5再踢 后A4 马C6再回 后B3 双方同一合棋 这是其中的一盘 四盘棋当中的 这个 其中的一盘 然后双方合棋了 涅波是白棋 黑棋 拉德甲波夫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右一盘 这盘棋呢 是拉德甲波夫 白棋 对阵涅波 那么涅波 米亚棋是黑棋 第四马F6 C4 G6 走了一盘 格隆菲尔德开局 吃掉吃掉 E4 马C3 BC 向G7 马F3 对局当中走了C5 向E3 后A5 马D2 那么这也是普招 马D2也是普招 回马 准备马C4 那么黑棋 在这走了马D7 也是普招 如果要是直接吃掉C3的话 那么白棋呢 会车到C1 然后攻击后 然后再把C5兵吃回来 比如说你要是 后到A3 然后对方呢 就会走车到C5 你来不及吃A2 因为对方吃你C8 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马D2走完之后 黑棋呢 没有吃C3 而是走了马到D7 对局当中 马B3 来踢后 然后呢 黑棋走了 后C3 接受了这个兵 向D2 然后来打后 后到B2 那么跑后 向到C1 再打后 后到C3 再将 向到D2 后到B2 向C1 后C3 向D2 那么双方呢 又下成了一个合棋 那么这是这个 拉迪亚波夫 走白棋 然后聂波走黑棋 双方又下了一个短合棋 那我们再来看 他们两个的 第三盘对局 第三盘呢 聂波姆尼亚棋 又是白棋了 拉迪亚波夫 又是黑棋了 E4 B5 马F3 马C6 向B5 马F6 又是一个柏林开局 柏林强 马E4 后到E2 抓马 对局当中 马D6 然后向吃C6 DC 后吃E5 将军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黑棋走了 后到E7 那么确实 这不时候 后到E7 还是很精确的 因为向到E7的话 G7兵要被吃掉 那如果你要是向到E6的话呢 那么 这个黑格向还是不好出 白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也许可以考虑走马D4直接就提向了 那么 所以在这的时候 后E7要对后 那么黑棋说 我不对 sorry 白棋说我不对后 后到A5 下部准备车E1 然后抓你的后 然后黑棋说 我的向还没出呢 所以我要走后到D8 准备向E7 然后出向 然后白棋说 好吧 那我再将你 如果你向E7 我就吃你冰 黑棋说 好 那我就后E7 不让你吃我冰 然后白棋说 好 那我就回到后A5 黑棋说 好 我就后D8 然后白棋说 好 然后双方呢 就同一合棋了 那么就是一个不变作合 那么我们好 再来看下一盘 那么第四盘 那么又是涅波姆尼亚棋 是黑棋 这盘棋呢 拉德甲波夫是白棋 第四码F6 C4G6 码C3D5 又是一盘哥隆菲尔德 然后呢 双方走的是 前面第二盘的重复的找法 后A5 码D2又来了 那么对局当中短一位 码B3后C3 向到D2又来了 后B2向C1 后C3向D2 后B2向C1 后C3向D2 你可能会觉得 是不是我又摆错了 是不是之前的对局 又摆了一遍 没有 还是同样的开局 等于说又下了一次 所以就出现了 我们前面的那一幕 那么很多 尤其是国际象棋的粉丝们 然后就说 怎么超一流棋手 然后就经常短和 下成这个局面 确实是在国际象棋当中 有很多这种 我们说的和棋谱 但是一般情况下 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可能会 觉得是白棋 下白棋的一方 就是想和 因为如果很多变化当中 如果要是白棋 就是想和棋 那么黑棋也是没有办法的 就是要下成和棋的 但是确实是在开局选择上 那么这些棋手们 就像是大打 应该说就是和平球 那么大家都心知肚明 就是要下一个和棋 因为确实是这个比赛 已经从23号开始下的 然后已经下了很长时间了 所以能够到了决赛 或者是争夺三四名的棋手 当然都是非常厉害的棋手 那么但是确实是下到这个情况下 也是体力消耗的比较严重 而且也是比较累了 双方都比较熟悉 然后想要take一个day off 获得额外的休息 然后在下一个比赛日再好好去进行战斗 确实是这也是无可厚非 那么我相信任何一个棋手 下过专业的棋手 都应该明白这些 到了最后关头体力的问题 但是对于这些棋迷和粉丝来说 确实是这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那么究竟你是怎么样感觉的呢 你对这些所谓的技术和棋 或者是和棋谱有什么样感觉呢 欢迎弹幕走一波或者把你的想法打到这个评论区的留言板上 好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 顺便说一下 然后我们的这个进攻的秘密的系列课程 已经上架我们的微信平台了 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扫二维码 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去观看 好 那么这期视频就这样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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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